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戴曼兔 这期视频来拆万代在2024年2月16日发售的 Metalob魂系列的最新产品 试作型ZZ高达 这款产品是采取红网商店限定发卖的方式 官方定价是消费税前22000日元 产品的包装盒开面并不是特别大 但是厚度却会比一般性的MR魂的产品会厚一些的 在包装盒的右上角会有一个CAD的标志 也就是说这款产品也是CADOKY设计的 然后在包装盒的背后是一些分体变形的玩法展示 我还挺期待这款产品的 抓紧时间赶紧来开箱 打开那包之后里面是有双层吸塑的 上层是本体背包以及系列的武装配件 下层的话是地台和支架 最后还有一份产品说明书 这款产品因为是有变形结构的 所以说说明书的内容量也非常大 一共是有正反印刷的五折页 过会儿会详细给大家演示如何变形的 先来打开上层吸塑拿出本体 背包和本体是通过双点固定的方式 连接在一起的 下面卡扣是插在腰部的 然后上面是插在背部的 这样子的话安装很稳定 但是上半身就没有任何的可动了 如果上半身稍微需要一点可动的话 可以把上面的这一个原装的卡榫 收到连接桩的里面去 这边是可以打开的 然后可以藏到里面去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做到 只用腰部的卡扣进行连接了 但是因为这款产品 腰部是有核心战机的 所以说上半身的可动幅度 本来就不是特别好 我也就不追求那么一点平转可动了 还是把上面的卡扣给翻折出来 以稳定为主 装上了背包之后 上下半身的连接是非常牢固的 完全不会发生脱落的情况 对于变形机来说 这一点还是相当关键的 本体装上背包之后 脚底到头顶的高度 大概是15厘米左右 脚底到炮管的最尖端的高度 大概是18厘米左右 重量方面的话 直接上个秤来看一看 大概是在200克左右 对于ZD这种比较健壮的机体来说 这个重量我认为是属于偏轻的 产品在配色上是为了还原出 大和元邦男老师的插画 所以主体色的部分用的是浅灰色 同时为了配合主体色 在深蓝和橙色的细节处 也有把色调做了调案处理 也许这种配色方案 会更接近于插画 但就我个人而言的话 并不是特别喜欢 感觉稍微会有一些沉闷 再加上产品本身在细节的处理上 也做的不是很走心 在很多地方都能够找到 明显的漆面划痕 所以当我把产品拿上手之后的 第一感觉其实并不是还原 而是脏脏旧旧的感觉 另外在关节方面 我也发现了几处比较松动的地方 首先就是右肩甲特别松 然后大腿平转关节是比较松的 还有就是髋关节的地方 也是挺松的 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我个人中奖 反正我手上这款产品 这个松紧度我并不是特别满意 在造型细节方面 视作型CT和CT之间 也有着非常大的区别 不单单是武装和推进器的数量变少了 包括外甲细节也几乎是完全不同的 具体有哪些不同 这期视频也就不一个一个去抠了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暂停视频 慢慢的去找 我主要想表达的是 如果将来万代要推出ZD高达的话 这款产品是不能同模换色 直接拿来用的 90%以上的外甲都是需要重新开模做的 武器配件方面 首先会有一把双管激光炮 这个造型和ZD高达的是挺像的 枪身通体除了握把之外 都会有涂装 涂装质量还算可以 包括移印什么的 硬的也都是挺精致的 一块小雪的盾牌 同样也是通体有涂装 涂装质量还算可以 除了下面新式独立分件之外 其他部位全部都是涂装分色 安装的方法是通过盾背面的一个弯勾形的零件 卡在手臂侧面的 下面来看一下MS形态下 身体各处的可动性情况 首先抬头 头和后面的装甲会有干涉 抬头幅度非常小 低头还可以 左右转头没有任何的问题 侧板幅度也不是特别大 肩膀和躯干连接的中间 会有一小段的外拉关节 拉出来之后 手臂前身幅度还算可以 肩膀会有一处独立的上抬可动 抬起来之后 手臂平抬可以轻松的超过90度 大臂根部会有360度平转 去肘关节的地方是双段关节 去肘幅度也是挺大的 手臂侧面的肌翼 在根部会有旋转可动 两片肌翼也是可以并拢的 这个主要是为了变形而服务的 手腕关节的地方 是非常耿直的球形关节连接方式 可动幅度非常一般 替换手型除了实行拳之外 另外还会有两对 分别是五指张开手 以及握武器的空性拳手型 另外还有一对也是实行拳 但是是在变形时候所使用的 所以整体的体积会更小一些 躯干处的地方 因为腰部有核心战机 所以说可动幅度并不是特别理想 特别是在背后两个背包的接口 都插住的情况下 就只有小幅度的弯腰可动 其他地方都没有任何的可动 但是如果把背部的插销解锁之后 上半身的可动幅度稍微会变得更大一些 可以做小幅度的左右侧摆 以及小幅度的左右平转 前裙甲是球形关节连接 可以大幅度的向上抬起 裙甲内侧没有任何的细节刻画 侧裙甲的地方是一个转轴 可以前后旋转 也可以向侧面抬起 后裙甲的话没有后裙甲 下半身胯部关节的地方 会有偏轴关节可以向前平移一段距离 来提升腿部的可动幅度 两条腿的关节是独立可动的 所以如果新手朋友们在把玩的过程当中 发现突然有一天两条腿 是有高低脚的情况的话 就检查这一处关节 很有可能是一条腿在前面 一条腿在后面所导致的 把髋关节平移到前面来之后 腿部前踢可以到达90度左右 后踢也可以到达90度左右 但是侧踢的幅度非常小 大概只有15度左右 大腿根部会有360度平转可动 屈膝关节的地方是双段关节 但是幅度并不是特别大 大概也就只有90度左右的可动幅度 而且膝盖装甲没有做联动 所以大幅度屈膝的时候 膝盖甲是挺穿帮的 更要命的是从里面看的话 还能看到一个螺丝细节 这里也是挺难看的 小腿后面的推进器 可以小幅度的向上抬起 脚腕处装甲是分了左右两块 根部是球形关节连接 可动幅度还算可以 脚腕关节是一个球形关节 左右侧摆幅度非常小 抬脚和跌脚的幅度也并不理想 平转还算可以 所以这款产品的接地性 我认为并不是很好 脚掌的前半部分 可以大幅度向下翻折 当然这个是为了变形服务的 然后脚底下面会有一些喷口 以及刻线细节 背包的部分 首先上面泡管处的地方 是球形关节 会有一定的可动幅度 然后下面两个整流板会有可动 里面的喷射口是没有可动的 背包本身在连接轴的地方 也会有一些可动幅度 总体上来说 这款产品的可动幅度 只能算是一般 好了说完了可动之后 下面来说这款产品 最关键的变形结构 首先取下头部的天线 解锁背包和背部的连接桩 把上下半身分离 先来变形上半身 把手型替换成变形专用的 体积较小的实行权手型 这里我认为反正都要替换手型了 其实较小的手型 插不插都无所谓了 把小臂前后的两块盖板打开 前面的这块盖板可能比较紧 不太好开的话 找一根牙签 轻轻的从缝里撬一下就可以了 把手型旋转90度 然后整体旋转 把里面的喷口给翻折出来 再把前后两块盖板复位 抬起腹部这块深蓝色的装甲 然后捏住胸甲 整体向前平一段距离 然后向上抬 盖到整个头的上面 接着再往下摁一段距离 把它复位 在头部这一块尖的地方里面 还有一块小零件 也要把它翻出来 拿出一开始拆掉的头部天线 把外侧的两根天线向下旋转 然后装回头部 如果觉得这种可动天线的结构 不是特别稳固的话 产品当中也另外提供了 两种不可动的替换天线 接着抬起肩部上面的装甲 向前旋转90度 然后向下放平 盖到肩甲的前面来 把小臂侧面的装甲 沿着根部关节旋转90度 然后放平变成机翼 接着拿出双管激光炮 首先折叠枪身 然后收纳起握把 接着再展开藏在枪身内部的连接卡扣 把翻着出来的卡扣插到上半身飞机机头下方的凹槽当中进行固定 最后再拿出盾牌 把它盖在脸上面 OK这样的话上半身的变形就全部完成了 上半身飞机除了手部没有固定的卡扣之外 身体其他部分的固定还是挺稳固的 我这款产品因为手部关节比较松 所以说这里变成飞机之后也挺松的 刚才在拆分上下半身的时候 核心战机是跟着上半身一起拆下来的 现在可以把核心战机单独再拆出来 然后展开机翼 把机头也展开 再把左右的机翼也可以展开 把后面的推进器给翻折出来 这样子的话核心战机的变形就完成了 继续再来变形下半身 首先把前击甲拆除 把拆下来的前击甲装到一个转接零件上 再把转接零件卡到屁股上 折叠起脚掌 把背包整体向后平移 盖到腿的上面 在背包的内侧会有两个卡扣 把它张开 然后把这两个卡扣勾到小腿侧面的 长方形的缝里面 把它固定住 展开侧裙甲放平变身机翼 展开背包连接桩中间的零件 向前放平之后变成机头 然后把后面的插销藏到转轴里面去 然后再简单调整一下炮管的方向 这样子的话下半身的变形就全部完成了 当然下半身飞机也可以不使用 连接轴里面的机头 把它折叠收纳回去 然后在前面接口处的地方 插上核心战机就可以了 下半身飞机因为在小腿和背包中间 是会有卡扣固定的 所以完整性非常好 完全不会有松散的情况发生 最后还可以进一步 把上下半身的两架飞机 进行合体变成一架大的飞机 上半身飞机中间主体的部分是不用动的 只要变形两条手臂就可以了 首先是捏住肩部关节 往外侧稍微挪一段距离 然后将前面这一块装甲向侧面旋转 然后再向前旋转180度 沿着大臂根部平转关节 向上旋转90度 然后把机翼放平 另外一边也是相同 这样上半身飞机的准备工作就做完了 然后再来变形下半身飞机 首先把前面核心战机的部分拆下来 把机头和垂直尾翼收纳回去 然后再装回去 解锁小腿侧面的卡扣 把背包的部分向上抬起 这两个卡扣也用不到了 把它收纳回去 拆下屁股处的两块前裙甲 把前裙甲从连接零件上拆下来 撞回原来的位置 把两条腿沿着大腿根部关节 旋转180度 展开藏在背包内部的卡扣 用手按压小腿前面这两块 橙色三角形的零件 把它向下翻折一段距离 上面露出空隙 接着把刚才背包下面翻折出来的 两个凸起 卡到小腿前面的缝隙当中去 调整一下背包和腿部的距离 把这个腿都放放平 然后把上面的两门炮也放放平 把侧击甲向下放直 然后向后折叠 最后一步把上下半身合体 OK 这样的话 大飞机的变形就全部完成了 体验了一下完整的变形过程之后 这款产品并没有给我带来特别惊艳的感觉 首先在变形结构上 试作型对比ZZ高达就要简单一些 腿部是没有翻转结构的 其次手部和机翼处的地方 也没有给固定点位 变形是否到位全屏感觉 最后连起落架的地方也没有还原出来 所以整体的设计我认为是比较简陋的 原本变形应该是金属骨架类 产品的最大优势 但是因为ZZ高达的变形结构比较简单 对骨架的要求不那么高 所以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去花这么大的价钱 买MR魂的产品来体验变形结构 除非一种情况 就是你特别喜欢试作型的造型 那也要等价格降下来之后再买吧 原价买的性价比依旧还是非常低的 当然如果你更喜欢的是ZZ高达的话 我建议是等了 因为ZZ高达也是一个换皮大户 试作型只是一个开胃菜 万代早晚是会出ZZ或者是法兹的 到时候再买我认为也不迟吧 好 这期视频就在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了给我点个赞 或者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戴萌兔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